去找许诺了吗 他走了 他离开上海 他走 他走了 他不回来了 可是赵天成 不会这么轻易把他放走吧 赵天成答应让许诺离开兰真 原因是 因为我答应把迪欧百分之七十五的股份买给他 百分之七十五 你认真哪 没有更好的办法吗 赵天成这几年做了多少办事 你给我点时间 我去找证据 只要找他来证据 我们就有资本跟他谈了 我们就不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不用了 双其量是浪败剧场 我想过了 说到底 十三年前 我不应该想办法 拿到兰真的肥皂 给赵天成招出了大肥皂 说得不对 这话说回来 一口气要百分之七十五的股份 他也不怕撑死 我知道 所以你一直不让我去更新给签 就是这个原因吧 留迪欧一个空壳 到时候 看赵天成怎么去收拾 不管怎么样 我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从大学一毕业 就在迪欧打拼 打拼了这么多年才有今天 现在眼看就要变成赵天成的了 赵天成的了 赵天成的了 对不起 我没有怪你 我 我 我想过了 我知道你们跟我一样 对迪欧都有身后的感情 我妈说得对 迪欧上上下下了这么多员工 不应该让他们为了我的事情 为了我的决定 也跟着一起买单 所以 我想了一个方法 你们听听看 我虽然把我手上百分之七十五的股份 卖给了赵天成 但是你卖还百分之二十五 你先把他套现 然后呢 我们三个人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我跟雷诺初步讨论过这个构想 他也愿意支持我们 对 只要我们成立这个新公司 他就会跟费娜夫人说 跟我们新的公司合作 最起码 在新产品研发这一块没有问题 毕竟 林伯伯的实力 他们也知道 而且他们也认可 到时候 虽然迪欧这个牌子 给了赵天成 但是我们可以带着原来迪欧的团队 另解入账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可行 无条件地支持你 现在的话 曼妮一旦套现 迪欧的账美上应该是富裕 气死那个王八蛋 就是 气死他 气死他 来 走一个 你知道猫 刚才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什么事 男生已经在大学的时候 和一个女生一起进去 唯一不长 结果你落选了 后来你来找我跟志泽来抱怨 结果聊着聊着聊着发现 原来那个姑娘是志泽的同班同学 还是给她写条的那个 当时特别生气 然后你为了报复她 你就让志泽天天在女生请着楼下等 只要那女的一出现 你就上去勾着志泽 气死她 这位志泽每次看到她都很尴尬 我们大学的时候 好像没少做这种事情 什么 就一次好不好 我主要是帮这个家伙收拾烂摊 来 来 来 你是不是要说 我扎着的时候 剃头刷掉腿 你带我两个月 那不是 我还两个 扎着的时候 你把你对比照 留我谈天下 结果分手你很尴尬 是不是 行 我不要说 我为什么不能说啊 你那么花心 我还介绍女的给你认识 结果呢 我现在想想 我当时的智商真的有问题 那你现在的智商呀 你现在就是 尖美妙与智慧在一起的女神 来 我给你下一个猪脑子补补 你自己吃猪脑子吧 不不 你得要 你需要 吃点猪脑子 来 讨厌 对了 喝这个 大耳的时候你过生日 你想跟志泽 过一个独处的生日 结果你就告诉我 一个错误的地址 我到了那儿 你发现什么都没有 结果那一天我手就丢了 我又迷路了 回到学校已经很晚了 我翻墙进去的 那来来来来 这猪脑子给你吃 等一下 那个时候万一说你有事 志泽 来来来 吃猪脑 吃猪脑 这猪脑是给你的 以前上学多开心的 不像现在上班了 一点都不开心 是啊 上班怎么能跟上学时候比 你知不知道 前些年 你还在拉客户的时候 你差点被人骗测 就够我跟志泽 把那个人差点打残 这事你不知道吧 什么时候有这件事吗 你当时已经不省人事了 志泽还让我不要告诉你 就是北京那个老王 姓王子那王八蛋 后来啊 他还舔不至迟的 过来找我们 要做迪欧的代销商 就被志泽给拒绝了 还说到这儿我想起来 志泽可没出于你少打架 大学的时候 有俩男子跟踪你 你还记得吧 你是不是到现在都奇怪 那俩人突然消失了 不见了 我告诉你 就是他打的 你这说得好像我是暴力分子 你难道不是吗 敬大家一杯 谢谢你们 来 来 敬我们适趣的青春 赵总 迪欧欢迎你 请 请 请 李白依 李白依应该是上半时间 怎么全公司一个人你们 咱摸这儿 赵总 虽然神总在商场上 没有您呼风快点 但是神总呢 身得人心 听说赵总要入住迪欧 所以大家都辞职了 这些都是迪欧的重要资料 赵总想息怒 迪欧的未来就靠你了 林凡 你怎么没走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赵总 我已经离职了 我说呢 这要是没有下家接手 这人怎么会走得那么干净呢 搞了半天 他们全是跟着林总理混了 好 走吧 走得好 一了百了 我实话告诉你们 你们迪欧除了许诺之外 没有一个人能够入我的法言 我还告诉你们 以为你们使这样的招 能够治我赵天成 门都没有 好吧 那我就不在赵总的面前 丢人现眼了 您保重 再见 赵总 这报表 报什么表啊